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Marco 和大家分析最新的大市市況 近期香港的市場都比較悶 簡單來說,都是輕微的慢慢逐步的波幅區間向下移動 市場沒有辦法,始終在去年尾14,600,10月底下 夾到1月頂位22,700,3個月內就升了超過8,000點 升了這麼多,是時候都要還一條數,很正常的 最近幾個星期就跌了超過大約2,000點左右 我自己覺得去到現在這些位置都差不多 尤其是在21,000點以下 你要明白,近期市場為何會下跌?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人炒飯 有機會加息的預期又再升溫 發生甚麼事?為何預期又再升溫? 最主要是因為上星期來說 美國最新的通脹數據和零售銷售數據 都是比市場預期強 這些因素令到多了聯署的官員出來放映 市場的預期亦都預期 美國最新來說是有些人 一向都說美國的利息很快見頂 未來三個月加息可能加0.25厘 一向都說這件事 但現在市場預期是說甚麼? 三月份有機會可能是加息不是0.25厘 是0.5厘 加息的周期比市場想像之中長 或者高息的周期比市場想像之中強 等等的因素就令到美國債息向上 美匯轉強 人仔就開始回落下來 拖低了近期香港的股市 但是現在你問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市場預期三月份 美國加息0.5厘的預期 有些少許是過了龍 我自己覺得三月份美國加息 都是保持0.25厘的 只不過問題是 現在市場上 當美國近期經濟數據開始好 通脹數據 又放門得比想像中慢 突然間這些人就會有一些 比較誇張的說法 所以當現在美國加息0.5厘的預期 突然間改變 去到下個月 改回到0.25厘 再加上下個月 兩會和業績期公佈 有機會市場上 會借助兩會和業績期公佈 令到又有一些炒利好消息的誘因 香港股市升上去的情況下來說 我覺得市場在三月份 其實是大機會 大機會轉勢 又開始向上 所以現在你看到市場 在21,000點以下 開始多一些人說 說市場小心 有機會跌穿250天平均線 最新的250天平均線 恆新之所也好 其實只好 大約兩萬點 而我自己的著眼點 就不是覺得 要叫大家小心 不要罵貨 反過來我的著眼點 是說 21,000點以下 要找位撈底的機會 因為要明白 我自己覺得市場 短期來說 其實沒有向上升的趨化債 所以短期來說 覺得市場是 區間上落 慢慢波幅 區間向下移 但是 你說拉多兩三個禮拜 在三月份來說 我覺得市場 開始大些機會 向上升 你兩萬一千點以下 你見市場 你就不要罵 而不是著眼 因為經常怕市場 會跌穿250天平均線 所以你不敢罵 你要搞清楚整個形勢 你又要記住 有很多現在 突然叫大家小心點 市場會跌穿250天線 就是跟你說這番話 那些人 有很多是 兩萬二千五百點的時候 還叫你追貨 而我是一早已經和大家說 去到那些位置 不要追貨 要減遲 尤其是市場的股 還有要後股做淡 現在去到這些位 我就很輕鬆地 兩萬一千點以下 開始找位 叫大家去增持股票 而且你留意一下 你現在那個市場 去到近期的走勢 是發生什麼事呢 往往你見到陰燭 陰燭即是收市價 低於開市價 那天是插 簡單來說 往往如果那天出現陰燭 收市插穿近期的低位 那時候短期來說 都會打彈的 尤其是去到兩萬一千點 樓下 你也見到近期來說 承折量比較強 那今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今早早我還是看新聞 各大報章 都還是見到很多人 說那時候要向下跌到多少跌 但是你很明顯見到今天 無論恆生指數圖 或者棋子圖 插穿了 上星期五的低位 之後見底就向上升了 上星期五發生什麼事 就陰燭收市插穿近期低位 我剛才說過 當陰燭收市插穿近期低位 基本上很快 短期內又有急彈上去 如果在現在這樣的市況 你向下跌了底 那時候才叫做低序 做淡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 短期 摘複上落 反覆還行 在上落市期間 最忌是追踏過的策略 第二 其實現在的市場 向下再跌的空間 你今天最低位2萬068點左右 其知來計 再向下跌的空間 相對來說比較小 你現在採取向下追踏的策略 我覺得是大忌 所以就算你不找位置做好倉 你起碼不要肯 在它向下跌的空間 你才去做低序 即是向下做追踏可落 你很容易追踏後 就會被人夾淡倉 你要小心點 剛才我講過 我自己覺得 市轉捩點傾向 我自己而言傾向 傾向是3月份 未到3月份之前 現在2月20日 下個月是月尾 來近一個禮拜 我覺得市傾向是比較靜的 而且習幅上落居多 所以你看看 我覺得罵貨 不需要這麼心急一次去罵 總之你要見 當人叫你向下追踏可落 我會反過來 每逢客人 市向下插穿前期的低位 尤其是插得越大力 我就會越穩位去罵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總之 每逢見他插穿前期的低位 因為我的策略 越接近250天平均時 會越進彩 什麼叫越合穿 越接近250天平均時 越進彩 一開始就留一些相對性 比較穩妥一點的股票 我自己覺得近期 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辦法 就是內險股 內險這個辦法可以留意 接著 科技股 科技股其中相對性 比較受高息的週期影響 你看到在這段過市 一月尾見頂插下來 科技股其中一個受慮 比較深一點的辦法 為什麼 因為美國加息的預期又再升分 其中一個因素 拖低了科技股的辦法 但當3月 美國不是加息0.5厘 是加息德國0.25厘 所以科技股的情況下 可能科技股的機會又回山 你明白 近期跌得多 那些當個市 彈起上來 彈起上來 那刻的勁力 亦會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 科技板塊是可以留的 但是 不是現在這一刻 我要讓它插多一層 插到接近250天線 250天線 現在大約20000點左右 那就要求近 20000、300點留下 那時候才開始去撈科技板塊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如果那時候 跌穿連250天平均線都跌穿了 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坦白說一句 我不知道 但是真的跌穿250天平均線 我已經預算了 跌穿250天平均線 我覺得就算跌穿 很容易 會出現一個V型反彈 在這樣的情況下 跌穿了250天線 又跌穿了近期低位 不但我不會向下追突破 反而我會向下跌穿近期低位 我想這次全世界 大家都說 你向下跌到多少點 我就會去 向下追突破 然後便會去短期急彈 所以你看我的策略是 現在每逢陰築跌穿前低位,我覺得可以留下保險板塊、收期權金 20300點以下留下科技板塊,年250天平均線跌穿前低位,留意市場氣氛 那些人叫你做淡,我就不做淡了,我可能是找位去做廣告,大致上我是這樣的策略 但不心急,你要記住,好像今天這樣,我叫你逢插穿前低位就做淡 就不是好像今天這樣,過市插穿前低位,然後你見到他夾上來了 然後你無緣無故,現在又有高追,我再說一次 我覺得轉勢點是3月份,不是2月份 現在這一刻,市是傾向雜幅上落 雜幅上落的情況,即是說市一彈完之後,很快又跌下來 所以你好像今天這樣,一彈一彈上去的時候 你去高追做好,又是有機會容易出現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現在做淡行不行? 今天彈上來,短時間還有機會向下試250天線,你說的 我說不排除有可能性,但我覺得是做好倉 直播率是好過做淡倉的 在中短線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的策略是,我寧願將質重點去拿貨 好過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會跌穿250天線呢? 而弄得自己不敢拿貨 因為你明白,現在始終是牛市 萬一市不跌穿250天平均線呢? 很快又跌上去呢? 你什麼貨都沒有,然後你眼睛看著市升呢? 是最慘的一件事 所以我強調一件事,現在不是質重去做淡 尤其是現在的市,最近都跌了兩千點下來 就不是現在才想做淡 現在相反是應該想維置,怎樣去分接吸貨 我最主要想跟你說,重點是這樣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下星期一,27日再跟大家繼續去分析大事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拜拜